這個部分主要是解決什麼 設計表單 其實也就是把Excel當成是資料庫來存取資料 其實基本上Excel能做的事情還蠻多的 你就可以把它當資料庫來用 那前端的輸入介面就是這個東西叫表單 而且你還不是只能增加一個表單,你可以增加很多表單 然後你可以做得很複雜,互相串來串去 都是沒有問題的 現在目前很多公司也利用這個方式 在做一些自動化輸入的動作 還蠻方便 主要是因為以前有一些公司買一些套裝軟體 發現很難用 完全不符合他們的工作流程 所以怎麼辦呢 反正自己針對自己的東西來寫 所以它慢慢就在這方面發展 蠻多這樣應用 那接下來的話如果說我希望表單做完之後 那我希望怎樣 把這個表單給啟動起來 啟動?那你要怎麼啟動? 最簡單的方法上面有一個執行 按下這個執行 它就跳出來了 不過問題來了 你將來如果要給別人使用的話 你總不可能說 請你到那個Visual Basic裡面 找到那個制定 讓它啟動 對不對 如果沒有學過Visual Basic 它連那個什麼 連個開發員都沒有 它怎麼打開 所以基本上 我們要把它啟動的話 有幾個方法 一 我希望在哪裡呢 在 這個地方 有一個叫啟動表單的按鈕 按下它 就幫我把那個表單給啟動起來 可是呢 我如果要按鈕 我先必須要 寫一個什麼 寫一個什麼 所以呢 你可以在什麼 在 我們的Visual Basic裡面 Marshall 插入一個什麼 程序 程序名稱呢 叫啟動表單 這邊的話 就輸入一個名稱 叫啟動表單 那 第一個的話呢 把這個啟動表單 名稱打上去 按確定 第二個的話呢 接下來 我在裡面打一場程式就可以了 因為呢 這個表單名稱叫紅 不特別注意喔 你這個名稱一定要叫紅 如果你剛剛沒改 那什麼 那你可能就啟動 打一個什麼呢 HOME 點 SHOW就可以了 這樣就OK了 HOME點SHOW意思說 幫我把那個表單呢 給呼叫出來 好打完之後的話 請你在這邊 我把這個按鈕複製一下 再貼按鈕在這邊 然後呢 這個按鈕呢 把它改成按右鍵 指定聚集的時候呢 找到啟動表單 然後並且把這個啟動表單的名稱呢 也改掉 改成啟動表單 好 這時候的話呢 按下它 就啟動了 OK 第一個 應該沒有 按鈕裡面的一行程式 HOME點SHOW 所以你只要在 你的模組裡面 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名稱呢 我們叫做啟動單 裡面只要是一行次 就是 HOME 就是它 點 SHOW 它就可以顯示出來了 這個是第一個 啟動表單 所以 我們 設計好表單 然後也知道 怎麼樣把它啟動 再來的話 當然 就是撰寫上面的程式 但你現在按它 不會work 因為裡面沒東西 另外 不過啟動表單 也有同學說 老師 可是 我們 一般的前端的那個輸輪員 他們 其實常常遇到什麼呢 明明按鈕在那裡 他就是找不到 他就是不按 他就是 所以有沒有什麼方式呢 可以讓我就是 當這個以色 打開的時候 那就自動把 那個HOME 點SHOW執行 意思就是 把表單直接跳出來 就是 直接就跳在中間 他就沒有道理不知道 如果不知道 叫他關掉重開 也可以 所以如果說呢 將來我希望 HOME 點SHOW 並不是在按 按鈕 而是什麼 而是當 我啟動 表單的時候 特別要啟動表單 特別說 啟動 應該是啟動Excel 如果你希望呢 把這個Excel 啟動的時候呢 順便打開的話 請你找到 在我們專案裡面呢 會有個物件 叫做 This Wordbook 這個意思指的就是 我這一個 Excel的 物件 指的就Excel本身 那你把它點兩下 打開 裡面的話呢 請你在一般的地方 找到Wordbook 指的就是這個工作部 那他就會 觸發一個事件 叫Open 所以 前面是 我們這個工作部 當這個工作部呢 他發生了一個事件 什麼事件呢 就是當他被 Open 打開的時候 意思是說 當你 開啟的時候 那請問一下你要做什麼呢 你就在這邊打一個 HOME.SHOW HOME 點 SHOW OK 這樣就OK了 好 那你接下來就可以把它關閉 然後呢 這個我也把它關閉 並且儲存 那我們來試一下 如果關閉 再打開的話 這個時候呢 看有 你會發現 馬上跳出來 這個 這個可能要關閉 他就自動 啟動了 有沒有 當然如果關閉 他如果關閉 當然你下降啟動 也可以從這邊按鈕啟動 所以 第二個步驟 就是 如何讓表單啟動 HOME.SHOW就可以了 第三 將來 我們還要再增加什麼 一個功能 按下新增 可以幫我做完 我剛剛講的那幾個動作 把填的資料 全部寫到我們的 這個第七列的 最下面 下面一列 幫我填進去 並且呢 自動在產生什麼 平均成績 合格不合格 ABCD 然後呢 並且把資料刪掉 游標 放回到 第一個 文字方塊裡面 這樣子cycle 不就是 可以 很方便做輸入動作 不過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部分 還沒有牽涉到一個叫防呆的機制 所以 第一個先把正常情況下 的程式寫完 第二個呢 再去防止 可能使用者 會做錯的一些 那個問題 那你又把它加一些邏輯判斷 那這樣的話呢 以後呢使用者就比較不會發生錯誤了 就按照你要的 結果去做 所以請各位呢 先試著把那個 第二個步驟 就是 弄點秀部分先做出來 啟動表單 弄點秀 另外的話呢 就是 隨工作部啟動 OK 今天時間應該 今天 時間也差不多了 先試一下 先可以把它跳出來 那下個禮拜呢 再針對 其他 城市部分做說明 那 再來後面 有兩題 中華練習有兩題 我想 中華練習 第一題 第二題 回去的話 可以當成各位的 算練習的作業 回去的話呢 可以先了解一下 下一次我們會針對這兩題 再做延伸性的說明 試試看 有兩題 是 八點 做延伸性的說明 延伸性的說明 並不太 換到 下一次 再次 下一次